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港湾肿瘤是应该比较早期发现 大部分人是这样 有的小孩引港 就是说一个港湾到阴囊 一个港湾在服务沟 这个没有调到阴囊去的这个港湾 最容易发生一遍 如果小孩发现一个港湾还没掉下去 没有到阴囊 那么早期要处理 一定要处理 这是一个现象 第二个就是有的港湾是急行 就是港湾出现什么问题 一个港湾大一个港湾小 这个港湾一侧有一些基液或者窍膜 有一些改变 这些一定要注意 但是这也不一定就发生港湾肿瘤 有的人反复的尿路感染 这个行动慢性炎症的时候 要小心 复稿炎可能会影响 其实最明显的就是 引稿出现的这个高湾中流 我们下期再见 最后1和2014辈 2019 ismo 2